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在SUV時代洪流裡 努力生存下來的小車 而小車從以往發展 至今可以說是五花八門 從使用的標準小車 或者是兼具節能效果的 微型移動載具 甚至於是飛天龍拉力賽車 以及演變到現在 時下相當流行的SUV 但是這些車基本上本質都是小車 雖然在外觀上面 他們可能截然不同 用途也不盡相同 可是本質上絕對是一台 紮紮實實的小車 小車在台灣這個地匣 人籌的環境來說 是非常適合的 那今天不論你是一個人開車 或者是兩個人開車 甚至於是全家 一起來使用一台車 今天夢想界要幫大家找到一台 適合你的小車 那首先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 這一台可以說是在市場上面 比超跑還要稀有的限量車款 而且在百萬之內 你竟然就可以買到喔 觀眾朋友 夢想街獨家的上路試駕 跟著我們一起上車去試駕囉 今天找Iris來 我覺得非常的適切 因為這一款車 第一很稀有 第二就是Iris 你也是這個極具的買家 你現在本身擁有兩台車 都是先備車 甚至於你連之前 你所擁有的車 都是屬於小車級巨吧 對不對 是的 哇 這台車真的很特別 是基本上你現在是想買 不好意思 買不到對不對 對 因為它其實只有限量 在台灣 它只有已經四台車 那現在已經四台 對 已經都有車主 它已經是比車有主了 對 那它很難車聚對不對 非常難車聚啊 只不過停個紅綠燈 所以四個就是車主約出來之後 還可以 打個蚊子 對 還可以一起來聚餐這樣子 真的耶 不過我們講到208 也就是到現在這一代啊 你會發現啊 不舊的200小車的景點 就是從200開始 可以代表整個歐洲的先輩車 它的發展的一個嚴格 你看像包括從早期的 205啦 206啦 一直到後面的207 208 好經典喔 對 而且歡迎你講到206 我其實第一台車就是206 喔 你第一台車 我擁有的第一台車 它雖然是一個二手的 但是我覺得會選擇 這種小型先輩的車 首先當然我是看中 它在市區上駕馭的感受 就是相當的靈活輕巧 而且停車也不方便 那再來呢 其實它又有 我覺得法系車 有這種小鋼泡就是有一種 刁鑽好玩 所以那時候我在大學時期的時候 我常常這樣子往返交通 我真的覺得我很喜歡它 所以今天的市道的208 有一種重溫的感覺喔 對 而且其實搭到 演變成到現在這一代啊 它的車身雖然夾雜了一些 但是不失它 刁鑽靈活的車體 對 其實它還是 大概就是四米 接近四米嘛 對不對 其實好像跟之前比較起來 沒有踏到非常多 它必須要保有這樣子的車格設定 才能夠叫做性能鋼泡 雖然說它這次搭載的是 這個1.2升 PureTech的引擎 好像是三缸的引擎 可是我們不講它三缸 其實剛才Iris 你坐進來之後 你一開 不會 我覺得很均衡 對 而且說真的 因為我記得帳面上的馬力 是100坪對不對 對 其實剛開始一開始看 都會覺得100坪 那我先試試看它的加速好了 但是因為其實我現在載的是一個 算是上坡 高速完全上坡 你的加速完全是非常順暢的 它不會有延遲的感覺 也不會有過多的 好像覺得很吃力的 努力的爬坡 它的換檔依舊是順暢綿密 對 因為它搭配了這個 巴數的自排的變速系統 是 真的很聰明 而且我之前其實就開過 這台車去宜蘭玩 那妳有去跑三路嗎 當然 肥宜啊 那感覺怎麼樣 這時候讓我覺得很驚訝的是 我一樣也有數字的迷思 那我看帳面數字的車講 它夠力嗎 或者是我在要出彎的時候 我踩油門 會不會有一些 銜接上的不順暢感 它真的沒再給你這樣子 這種感覺 對 妳會覺得它真的不只是 一百匹的馬力 是喔 我覺得可能是它強在它的扭力 其實有到達二十點九公斤 二十點九 那其實這樣子的搭配其實是不錯 那再來我覺得 其實它還有一本 車身輕量化 一千一百六十公斤 沒錯 因為其實我現在的車子 一台是這個BMW 然後另外一台 其實它就是日系的SWIFT 它其實也是以輕巧聞名的 對 但是其實它跟這樣子 一千一百多公斤的這一台208 比較起來 其實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你既然都有日系 然後也有這個德系的先輩車 那跟這個發系的先輩車開起來 你覺得 比如說底盤的反應 整個跟電速系統的搭配 銜接起來的感覺呢 我覺得它的底盤 發系的底盤比較扎實一點點 它讓我在過彎的時候 其實它的安定感是更高的 所以其實面對像 像是例如說你那種北宜 那種比較緊湊型的 一個綿延的彎的話 其實對於那樣子的彎的話 它的扎實的程度 讓你覺得出彎 會很有信心 對 你就可以馬上補油 很一敗的就給它出去了 那當然因為日系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比較輕盈 它會利用它的車身的一個優勢 然後讓你呢 做出這種好像有點飛出去的感覺 它兩個因為它選擇 後旋系統的一個設定 因為我覺得喜歡 我只有車系 我喜歡發系車的 就是喜歡它的靈活 還有它的尾巴 也許在你比如說 比較速度高一點點 在過彎的時候 它尾巴靈活一些些 對 反而 可以這樣帶出去 對 正是你們身為賽車手 會覺得它是加分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這台車 讓我開起來呢 它不只是有100匹馬力 這樣子的感覺之外 我最驚豔的是 它的方向盤 其實比較小一點對不對 對 有一些賽車的 那種設定的感覺 對 有一些賽車設定 加上呢 你的這個整個轉的半徑呢 其實是比較小一點點的 所以它有利什麼 有利像我們想要做一些 比較雕磚靈活彎的時候的操控 你的手其實不需要有過多的 很粗魯的動作 你只要輕輕的一戴 你看這個彎 馬上就丟進去了 對 所以它轉向是很靈活 然後轉向真的很棒 加上又精準對不對 對 沒錯 然後你看它換檔波片 它就是那個F1式設計 都很難換檔波片 對 你剛剛 其實我剛剛在打方向盾的時候 我才注意到換檔波片 然後就說 這台小車 它既然也這麼有這種 戰鬥的氛圍 讓你如果真的今天 是在山路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隨心所欲的 來控制這個換檔 還有啊 可能也許 你看安芋子 看得好熱血 好好玩喔 其實我還想拿開喘一點點 可是我其實還滿安心的耶 那妳滿安心嗎 這台車其實有給妳 一定高度安定 還是說是我本身 主要也是妳技術也很好 那妳要相信 車輛比如說 在一些過彎的時候 它的穩定度的話 那坐在車上的乘客 其實也會有一份安心感 那個要是 妳雖然這樣操控 妳覺得哇好棒喔 很熱血對不對 可是它一樣兼顧了 一些節能性 油耗也可以到達18耶 它的油耗有到18 我以為是16左右 18有喔 多虧了它這些 這種變速系統啊 可以讓它呢 有更好的一個節能效果 所以這台車其實真的 多功能 沒有沒有 熱血 有經過 女賽車手的肯定嗎 好好玩喔 妳看我現在整個人 已經沒有 心思跟妳講話了 我就一直很想要加速 一直很想要用寬檔撥片 來感受一下這台車的樂趣 各位朋友 我們在Iris瘋狂的過彎的同時呢 我們就回棚那裡請窒息帶大家 好好看一下 裡裡外外它是我的設計